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也是观众推荐的一个笔 就是我以前做过的有一支叫Kali Art Echo 然后那一支的话是这样子 那一支我忘记我当时出视频有没有打那个中文名了 这个我不知道它中文名是什么 然后我手上的话也没有一支这么有雕塑感的一支笔了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笔的话 首先它这个出息都开始回归到有点正常了 少数的国产笔体型终于肯开始放大了 真的是令人怎么说感到很欣慰 起码能追上百利金的出息了 因为我觉得干笔的话还是要出息比较好了 如果平常中古笔那尺寸还是适合现在的那个原子笔 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干笔的话它毕竟不是实用性为主了 我觉得笔大一点的话怎么讲呢 装饰感等等的都会更强一点 然后看一下这个笔尖 应该也是26号尖了 这个尖好干净耶 但是为什么给我配个金色的呢 然后这个笔尖 然后好那个笔尖的话典型的26号尖了 但是这个笔尖的话偏长一点 平常的话如果有看我放百利金的这支的话 应该会发现百利金的会比平常的笔会长上那么一截 然后这一支你能看到的就是它能跟百利金差不多长 那这支笔本身的笔尖是偏长一点的 就是说要鸡尾的时候或者是说要怎么书写的话 需要一定适应期 因为你笔尖长一点的话 你握笔等等的一个整个习惯 那基本上都要改 倒是这个雕塑感的一个笔握摩擦力是很够的 倒是不会完全不会滑手 但是说不出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感觉 好那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 这个笔感觉应该也会比较重了 肯定应该有30克以上 137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拔帽的一个是125 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笔握这个笔握 也是9点多的一个笔握 好那个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啊 笔的一个啊 30左右哎果然我猜的还挺准的31.5 拔帽以后呢是18.5那这个主要重量还是在笔帽上18.5的一个重量还ok还行吧 当然能到10以下那肯定是很完美 但是没几几只笔能做到就是那样子的一个重量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笔尖的话ok 这是英雄吗这个笔尖是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小花是不是英雄也不像啊 英雄我记得它就是一个小花的形状了这个笔尖是还是要放大看不要看得清楚 没太看得懂啊这个笔尖啊我们直接来看真啊中缝的话看起来夹的挺紧的啊这个完全是写中文的你看前面都写写面了 然后打磨的话你看中间的圆的话是那个阴影是成一个圆形的打磨的话就是没有球面的那种感觉了那基本上就完全是写中文了不知道应该不是出口笔的这个一看那但是我觉得老外也不好说老外的话他也不太了解到这个笔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感吧先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这个喜欢的就会喜欢不喜欢就真的不喜欢了倒是比起他这个纹路吗我就喜欢反而是他这个笔的一个整个笔形的设计你看这里的一个长度跟这边的一个长度比就笔笔顶跟笔尾的一个长度吗非常的协调美中不足是这里这个地方啊我拿近一点不然看不到你看这个凹的地方然后跟这个凹的一个地方吗这个这个我左手拇指跟右手拇指 你看他是不对称的然后那个等一下插把帽忘忘了习惯的是那个螺纹的如果是但是对对对这样子就扭回去正一点啊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正常多了就是平常螺纹的话基本上很少会对齐的那这只插把帽忘记了习惯了然后比较上面的来讲的话防防滚的种肯定是有的 你看就还是挺给力几下就能把笔那个停下来笔夹上面的话能看到这个抛光上面也是非常的漂亮了嗯非常素然后在平常的那个那么薄的一个嗯呃怎么讲平常就是笔夹都做的很薄吗他这个其实也很薄但他这里再弯一下那你就觉得哇这个笔夹好像用料就非常厚了 那这一点偷材料偷的真的是非常呃怎么说敬佩就把整个笔就这样子弯一下的时候把整个笔那个感觉做出来就非常的一个高级的一个笔夹了那仅限这个笔夹哈文我觉得一般般吧 但是他笔型的一个设计是真的挺漂亮的因为切顶切顶的话那个比例其实很少做的好看一个是拉米2000的一个那个呃平顶嘛 然后另外一支就是那个百乐845嘛那这两支的话我可能心中会觉得呃就是平顶的比较好看的因为写乐的那个平顶的话我觉得他他圆了就是没有那种大曲面大线条那种大气感那这一支的话他反而也有做出来就这样子一个感觉跟红点那是1837一样就是呃把平顶的这个笔感的设计拿捏得非常的好 然后前面的话前后反正呼应也能做得到了那笔感然后上面写着是哦英雄吗也是也是啊对是英雄哎 而这但上面我我去淘宝店查那个资料的话他是呃小写的一个什么小那个凯利阿斯一个品牌的那个应该不是英雄吧呃也没事那个都差不多吧那他写英雄那就英雄吧 然后反而比比我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真没必要做这个雕刻直接黑黑的一个过然后就可以了不影响那个书写吗 然后再下来了嗯哎怎么又是绿色的最近怎么英雄的比都是绿色的一个吸魔器了 哎搞不懂哎这个有有有有有点奇怪啊呃 对了对了对了啊先不管了那我先试写一下吧觉得那一那个肩的话也不像英雄的英雄不是h吗 然后他这个h是反过来的还是说就是这样子啊好像是嗯 英雄的比但是买的时候倒是没有说是英雄哎这真奇怪 OKOKOK擦一下 好一样的那个赶紧来书写一下试下那个前面做完那只啊 然后顺便这只一起做了那个我就写英雄吧哎 诶我去不会吧等一下啊啊 是我错觉吗好像 诶 出没是能出哎但这个 这个好像好像不太能写出来的 我去我去我试一下把这个磨给弄出来一点吧 对稍微往前推一点点然后 还是说 好像出没就是会飞白会断磨 我再来试一下我再吸一次磨吧 这个有点奇怪但是有吸上去 是有我里面是有磨的 这是吸满的如果 呃真没有的话就 啊希望能写吧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好像 好像是还是有点这个你看就有点这个 我还是这样写吧那 我这笔尖的鞋感太糟糕了这 有然后好像是103吧是不是103我都忘了看一下 哦 这103然后 这是笔尖太细了吗但是这个感觉不像哎这 嗯 然后压的话压也是能压了笔尖的一个软弹度是有了 但是 这写出来这鞋感完全 很糟糕哎这个就是完全不滑然后 没有那速写体验真的有点糟糕了你看这完全是出没不顺了已经是 我估计没办法写了好吧那笔尖的话大家也看到了那就不太需要去哦不太需要去试了我觉得 好那整根笔的话那比较满意的就是他整根笔整个笔身的一个设计以及笔夹的那花纹的话见仁见智了我手上就是有这种 嗯呃呃雕刻感的笔应该就只有这一只心晶了就是我手上的话就是 嗯啊好像没对焦到ok 啊可以我手上的话就是有有雕塑感的好像就这只心晶了就没有那个就没有第二只了像这类雕塑感的话我记得还有那个国产的还有一次做的 挺不错 那个叫什么booker booker的好像它的一个 那个木杆做的是挺不错的 然后其他雕 就是像这样子一个雕塑感的笔 我还真的 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没想到哪几只了 有想到的一个观众麻烦告诉我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 要不要做一下评测这样子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那个也感谢这位观众推荐了 这个笔杆是真的挺不错的 好 那个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